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如路易如電,應作如釋觀。 一切有些人,如今所謂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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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諸位同修,大家過年好。 這一次,我們金剛經的講習,時間比較長一點,也就是講得比較詳細一點。 剛才楊會長說過,我們這個金包括這一次是三會兩處,兩個處所是三次,這次可以講圓滿了。 因為從當中接著講,前面諸位同修沒有聽到。 那麼在這個小柱裡面,接上去講呢,可能聽起來會感覺得很茫然。 所以我們必須也要找一個段落。 找一個段落。 書本大家都有。 請翻開兩百五十一面。 請翻開兩百五十一面。 兩百五十一面。 我們從經文,我們從經文第173段看起。 這個地方是一個段落。 《背部經》。 《背部經》。 《講到此地》是幕後的一份。 《背部經》。 《一句秦清清大天法式的《金剛經新演書》。 《分的》這個課判,也就是分的段落。 它將本經的正宗分,分為四大段。 就是《信劫行政》。 那麼它的課判,我們附印在這個本字的後面。 後面這個表結就是本經的課判。 從課判上呢,能夠把全經的這個張法結構、 沒落體系能夠看得很清楚。 我們剛才選的,從這一段開始。 就是第107段的經文。 各位可以先把這個課判翻開來看一看。 課判的最後一面,第十二面。 就是那個表結的,第十二面。 。 那麼這一個大段,是講諸法空相。 戒塵不深。 《金剛經》說到此地。 《愈涉愈深》。 那麼將軍師把全經分作前後兩部分。 前半部是講信劫。 正如古人所說的。 這個經文呢,有深有淺。 後半部講的是行政。 唯一深無淺。 後半部沒有淺的意思。 越講越忍。 那麼到這個地方呢,這快要結束了。 。 薄弱的宗旨。 要用《金剛經》上的兩句話了。 可以說,就講得很透徹。 。 所謂應無所助,而生其心。 無助,就是教給我們不要知足。 一切法都不要知足。 不但是世間法不要知足。 佛法也不能知足。 為什麼不知足呢? 因為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都是虚幻的。 那麼經文講到這個地方, 要跟我們說出, 怎樣虚幻。 要把這個說清楚。 說明白。 我們真正懂了, 自然就放下了。 就不知足了。 可是萬法皆空,沒錯。 不但體是空的。 連現象作用也是空的。 這個是講的, 的確是深到了基礎。 可是因果不空。 那為什麼會有社法界一正莊嚴呢? 那是因果報的相許相。 因果不空啊。 所以佛教給我們兒身其心。 所以雖然身心要無助, 無助要身心。 這才是整個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明白了。 掌握到了。 知道應該怎樣去過日子。 過得很幸福、很快樂、很美滿。 這是《金剛經》的真正的目的。 那麼這一段呢, 就講諸法空相。 了解一切法皆空啊。 再結成了。 一切法確確實實不生。 不生當然就不滅了。 所以不生不滅, 這個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這兩句很難懂。 真正明了。 其如了。 在佛法裡面就称作 正得無身法人的菩薩。 這個菩薩地優也很高。 那麼通常在大乘法裡面講呢。 菩薩有五十一個界位。 就如同學校念書一樣。 一年級、二年級, 有五十一年級才畢業。 那麼無身人的菩薩地位非常之高。 差不多是在第四十個位次以上。 那麼要以仁王經的說法。 是七地、八地、九地。 那麼與菩薩如來古地上非常接近。 它上面就是十地等著就成佛了。 所以這個地位非常之高。 經上所講的是他們的境界。 在這個地方,這個表的底下一層呢。 這是分成兩個中端。 出棉相入體。 棉相,棉是棉面。 實在講呢,就是叫我們不要執著。 不要分別,不要執著。 像,像是有。 沒有錯。 如果不分別,不執著。 你就能夠觀察到它的真相。 不會被這些幻想所迷惑了。 體就是真如本性。 。 那麼這裡面又分為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是約聖好,明立起來。 佛舉的這個例子舉得很好。 舉如來的明號。 但明號也是假的。 也不能夠知足。 那麼第二段呢。 是約成戒,明立一度。 成是微成。 戒是世界。 這正是我們現代科學, 尖端科學, 這是最近幾十年當中, 科學家智利於這個工程商來研究。 世界就是宇宙,大宇宙。 我們講這個太空,星系。 這個微成呢,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原子。 這個電子,中子,粒子, 最小的東西來研究。 你看我們《金剛經商》 佛在三千年前這一段經文 要跟我們說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現在科學家稱為是 這個物理,太空物理。 給這個, 這是他們一些些名詞。 我們讀這一段經文呢, 要了解這個意思。 所以佛跟我們說萬華界空啊, 確確實實有他的理論一句。 不時隨便說的。 那麼從這些呢, 能夠叫我們看出 宇宙人生一切萬物的真相。 真相搞清楚了? 當然, 你就不會再執著了。 不會再去分別了, 再去計較了。 我們曉得一切分別執著計較, 全是妄想。 於四十真相完全不符合。 但是這種妄想, 是我們凡夫無量接來, 已經養成習慣了。 現在要不達妄想, 已經很困難了。 就是他已經成了習慣了。 那麼這個習慣不好。 習慣要不能夠改掉, 那就要搞六道輪迴。 這個詩, 佛把這些所以然的道理 都跟我們分析得很清楚。 好, 現在我們可以翻過來看經文。 二百五十一面。 我們再往前面看一段, 看一個整段。 二百四十九面。 翻過來一段。 從二百四十九面來看起好了。 這個課題, 這是經文一百七十段。 課題是, 曰臣戒, 名利也多。 臣為臣, 戒是世界。 。 徐佛迪,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 翠為微臣, 予亦云和, 誓微臣重, 臨為多福。 我們先看這一段。 我們先看這一段。 先看這個註解。 。 此民, 眾云, 居散, 無常之意。 這一句話, 是總綱領。 事出世間一切法。 包括了佛法, 都不例外。 皆是, 應云甚法。 所謂應云,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 它是有許許多多條件, 才產生的現象。 它不是偶然。 那麼這些條件, 缺少一個都不行。 也正是, 佛在華音經上, 為我們說明, 這個世界, 乃至於眾生。 都是無量因緣, 聚合而成。 。 跟此地講這個意思, 是相同的。 這個文裡面, 著重在淬乎。 淬,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分析。 這個科學家, 將這個物質把它分, 找它最基本的東西。 把這個物質分得很小, 分成原子。 在過去認為, 原子就是最小的了, 不能再分的了。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 那麼這些很微小的東西, 而且實在講是, 我們肉眼已經看不見了。 在高倍顯微鏡之下, 觀察到了。 那麼現在, 原子還可以分。 分成中子、至子。 中子、至子在最近, 二、三十年來, 隨著科學進步了, 也還是可以分。 所以科學家呢, 肯定。 我們現在認為, 不能分的這個, 基本粒子靠不住。 也許科技更進步啊, 發現中的還能分。 這個崔啊, 就是分析。 來觀察, 宇宙萬物的這個, 基本的物質。 那麼基本物質, 在佛法裡面稱之為微塵。 微塵, 我們肉眼已經見不到了。 佛術。 摩羅漢的天眼, 可以見到。 所以摩羅漢呢, 不需要用這些科學儀器, 他的眼睛能夠觀察到微塵。 那麼微塵, 是不是原子, 電子, 我們很難了解。 那麼菩薩的法眼, 比摩羅漢的這個天眼呢, 那更高明度。 他微塵還可以分。 分作叫四居即位。 四居即位還能分, 分作極位之位。 這個佛眼能看見。 那麼到極位之位呢, 佛說不能再分了。 極位之位也叫靈虛塵。 大概就跟那個空跟有的邊緣上了。 再分就沒有了, 就變成空了。 所以說空有邊緣上了。 那麼這個是極位之位, 可能我們現在科學科學家還沒有見到。 所以這個是不能再分了。 這才是佛經上講的基本的例子。 那麼基本的例子有四個現象。 這叫做四大。 諸位都曉得。 地、水、火、風四大了。 這個四大了, 就是講基本這個物質的四個現象。 那麼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物質可以能看得到的。 佛的無言原明能見得到。 它是一個物質。 雖然極其威吸, 它能夠看得到是個物體。 稱之為地大。 地就是,它就是個物體。 那麼所謂火大跟水大呢。 現在科學家明了了。 科學家認為這個基本的例子, 代電。 它代有陰電,代陽電。 陽電,火大。 我們講的溫度。 水大是講濕度, 代陰電。 環有一個現象呢, 它是動的。 它不是靜止的。 動啊, 所以叫做風大。 地、水、火、風這四個字, 是這個意思。 要搞清楚。 這叫最基本的物質, 它有這四個現象。 佛用地、水、火、風這四個字, 來形容它。 那麼此地, 我們繼續看這個註解。 它的重點, 你掌握到脆、火。 火, 就是聚集起來, 就是組合的意思。 我們想的, 所有一切的物質, 都是基本立子組合的。 由它的組合, 就成為中子、智子。 由中子、智子, 在組合就成原子。 原子的組合就成為分子。 因為它組合的排列方式不一樣。 我們現在稱之為方程式不相同。 所以就成了許許多多, 這個基本的物質元素。 再由這些物質元素, 再組合就成為, 這個宇宙萬有的一切萬物。 所以通通都是一個基本物質組合的。 所以明白這個道理啊。 一切萬法, 佛的眼睛就是平等法了。 沒有一法不平等啊。 你說, 現在世界人認為很高貴的, 寶石金剛鑽, 那也是這個東西組合的。 這個泥沙大家都不要的, 那它還是這個東西組合的。 不過就是它的排列方式不一樣而已嘛。 其實它的原料是一個嘛。 完全相同, 沒有例外的吧。 所以佛對於一切萬法的看法, 平等啊。 我們凡夫被這個假象, 排列不一樣的假象欺騙了。 這個高貴啊, 那個很下賤, 佛看, 耶律, 平等。 一切萬法, 無憂高下了。 它這個平等心從這裡生起來的。 這叫真平等啊。 那麼在動物方面說, 生佛平等。 眾生跟佛平等的。 佛的身, 我們在經上看, 那個像豪光明不可思議啊。 這個,這個, 無量寿經上講的, 自摸真經色神啊。 我們這個肉體哪能跟它比呢? 可是把它分開分解開了之後, 看看基本的物質完全相同, 沒有兩樣。 也就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樣而已。 所以啊, 我們的身跟佛身呢, 還是平等的。 還是沒有差別的。 這個, 清淨平等是從這個地方建立的。 它確確實實要用現在的話說了。 佛經典上所說的有科學的根據。 不是隨便說的。 那麼這些基本的物質, 因其可遂可合, 所以可以分解, 可以組合, 足正微成世界之相, 皆是願生。 當體極空啊。 那麼這是完全從現象上說的。 從物理上來講。 微成, 這個最小的。 大的, 就是世界。 那麼此地講的世界, 不是指我們這個地球。 通常講世界, 是講星系。 一尊佛它教化的範圍, 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呢, 在從前一般研究佛法的大德們呢, 大家都以為是一個很大的星系。 像我們現在所講的銀河系。 這是一個大千世界。 是一尊佛的教化學。 可是我們最近讀黃念祖老巨寺的《無量寿盡築記》。 這個黃念祖老巨寺是學科學的。 他在天津教書好像是教關於這個電學方面的這些過程。 那麼他的看法呢, 他説佛的這個世界比這個還大。 他認為這一個銀河系就是佛經上所講的一個單位事情。 這是從前沒有人這個說法, 也沒有人有這麼一個想法。 假如他這個想法是四十的話, 那個大千世界真的不可思議。 一個大千世界最低限度有一百億個單位世界。 那麼換句話說, 像我們現在觀察到的銀河系, 有一百億個銀河系才是一個大千世界。 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區。 經上講的世界之項。 你看範圍這樣廣大。 我們今天科技算是相當發達了。 可是還沒有辦法探測到一百億個銀河系, 還沒有到這個境界。 那麼佛告訴我們, 在太空當中, 像這樣的大世界, 無量無邊啊。 不只是一尊佛的教化區。 無量無邊的, 這個大的信息。 我們從世界上來觀察的時候, 我們一個人實在太渺小了。 有什麼好真的呢? 有什麼好計較的呢? 所以仔細觀察清楚了, 才知道佛給我們講的話句句真實。 確實一點都不假了。 雲生就是眾雲活活而生起的現象。 。 佛法也是應援生。 什麼應援所生的? 就是祖和的。 祖和當然沒有字體。 沒有字體。 所以是當體皆空啊。 不必等它了。 分解之後啊。 我們曉得這是空極的。 什麼都沒有。 這個聰明人呢, 沒有分解的時候, 一觀察就曉得, 當體就是空啊。 確確實實, 了不可得。 這個四是真相。 观察到之后 我们要问有什么好处 好处太多了 第一个好处 你那个得实的念头没有了 得根本没有得到 实哪来的实 没有得实 你看看这个世间人 为得实多苦恼啊 多痛苦啊 得实没有了的时候 你就得大自在了 得大安乐了 那个过的才叫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日子 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佛家常说的超凡如甚 你真正明了啊 超凡了 反复是不明了啊 在这个虚幻当中啊 被这些幻象啊 欺骗了 在这个里面自身烦恼 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 这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只要你有执着 就有六道轮回 罗汉 辟致佛 菩萨佛 我们叫四圣法界 是法界除六凡呢 这六道之外 四圣法界 四圣从哪里来的 从妄想来的 从分别来的 所以 离开了一切 分别执着 不但六道没有了 是法界也没有了 这 四圣法界是原生的 也不可以置住啊 应无所住啊 六道不能住啊 四圣法界也不能住 四圣六凡 统统放下了 那是什么境界呢 这佛不得已 取个名字 名都是假名 你看名字是应原生的 假名啊 不得已啊 这没法子 取个名词 叫他做一真法界 佛告诉我 那是真的 那一是真的 那么一真 我们就能够联想到 六道十法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啊 这个四十真相啊 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要知道 一切法 当体解控 了不可得 而法性中啊 本无此物 法性是假的 真如本性 这个是真的 能变 能性能变 这是真的 法在华言经上 告诉我们 事处事件 一切法 唯心所信 唯实所变 心 是真心 本心 大乘佛法的修学 最后的目标 就是要建训 不仅仅是 禅宗里面讲的 明信建训 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都是以这个为目标 要不能建训 那就不能成就 一定要明信建训 不过在各种宗派里面 他们用的术语不相同 禅宗里面叫明信建训 我们进途宗里面 叫一心波乱 所以一心波乱 就是明信建训 那么一心波乱 它为什么不称作明信建训 一心波乱里面 有浅身层次 那浅的没有建训 也能称为一心 就我们常讲 功夫成品 这个程度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得到的 这是一心波乱 功夫 勤的我们都能做到 这个勤的怎么说法呢 我们心里面 所谓是常常牵挂的 常常放在心上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通通放下了 这个是最前的 一心波乱 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 那么念佛人 到达这个功夫 给主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把握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年佛人 走的时候不生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想什么时候走 就可以什么时候走 自己都可以选日子 选走的方式 你是这个多自在 那要什么样的本事呢 就是一心波乱 最低程度的本事 就行了 就可以做到 那么比这个更高层次的 叫四一心波乱 这个还没有坚信 当然 他的功夫更深 换一句话说 更自在 再高一层的 叫礼仪 心波乱 跟宗门的 民心建心 完全下斗 这也就是说 念佛法门的功夫 它有上中下三等 禅宗里面没有 就是一种 你达不到 你就不能成就 达到就能成就 但是要达到这个 上层功夫 的确 我们一般人 非常困难 很不容易达到 那么在教下讲 这是一般 这个大乘佛法里面 他们称作 大开圆解 大开圆解 跟一心波乱 跟这个民心建心 是同一个境界 就是 名词 说语 不一样 那么他所用的 这个方法 不相同 达到的境界 决定是相同的 方向 决定是 一致的 这正是 这正是所谓的 法门 平等 无有 高相 又所谓是 这个 殊途 同归 在一般讲 这个殊途 同归 都是归向 民心 民间性 在心性 里头 没有 心性 它先相 体 不能没有相 决定 有相 这个 理跟四 都很难懂 所以在隋堂 那个时候 古大德 讲经 向 协手 打死 这是 华延宗 第三代的 祖师 当时 在宫廷里面 谈到 这个问题 他不得已 去用 比喻 来说明 这个事 皇宫里面 有些金丝子 他就用金丝子 来做比喻 所以 以金做器 器器 皆进 那么从比喻当中 很多人 能够体会到 这个境界 金 是体 把它比作 发现 它是 能献的 现象 一阵法界 是它献的 舍法界 也是它献 那么如果 没有家 丝毫的 分别之处 他说 献的那个像 就很自然 就叫它做 一阵法界 现在像很自然 那么加一点 分别执着呢 它这个像 就起变化 就起变化 比如说 我们一黄金 从金矿里面 开采出来 提炼成 接这个黄金 提炼出来了 那个时候 他说 现的像 是它原本的像 现的原本的像 没有加 业丝毫的 分别之处 在这个 业颅里面 看到这个 黄金 那是它原来的像 那么经过 如果我们人工 去设计 去把这个像 给它改变 我们想做一个 私子像 或者做一个佛像 那是我们想 把它做成 那个形状 那叫 唯一实所变 受法界 一正庄严呢 是我们 这个实 就是分别 我们有了分别 把一正 发界的像 改变 变成 是发界 是一个 圆满的 数字 它不是一个一定 不是确定的数字 它代表 圆满 代表 无境 我们地球上 人口有四十多亿 除了人之外 你想得有多少动物啊 那文虫 马蚁 它也有思维 它也有分别之处 把这些动物 统统包括进来了 这地球上 有多少生物 每一个人 分别执着 都不一样 于是 变现的境界 真的是 无量 无边啊 实代表 无量 无边的发界 严格的说 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发界 并不相同 佛在论言上 把这个问题 就说得相当透彻 所以 别业望见 同分望见 同分望见 是我们 这个 这个 所见的 是大致相同 但是 还是 个人 变现 个人 我变出来 跟你变出来的样子 很接近 看起来 好像是一样 其实 严格的讲 完全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确确实实 是 一个众生 就是 一个发界 说一个众生 一个发界 这还不是 四十真相 要是 四十真相 就是一个众生 也是 自己变现 无量的发界 你看我们念头 妄想 从早到晚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这是无量 无边 哪里是 每一个众生 是每一个发界 一个众生 就无量 无边的发界 那么这是佛把宇宙 人生 四十真相 给我们说出来了 真如本性 里面 没有 本性所限制 叫一真发界 因此 一真发界里面 变化 就不大了 受发界里面 变化就很大 我们讲是发界 上面是四圣 下面是六反 四圣发界的变化 比六反 幅度就要小 小子呢 他们的心情近 妄想 分别执着少 少 所以它变化的幅度就不大 六道里面 这些反复 妄想 分别执着 很大 于是 变化就很大了 这是说明 所有一切现象 怎么来的 那么 这个佛经里头 还有一句 我们听起来 更容易 理解 一切法 从心 相生 这个一切法 就是指的 这个舍法界 一顿专业 哪来的 心 相生 是你在那里 打妄想 变现出来的 出生出来的 如果你没有妄想 这个现象 统统没有了 那就不存在了 所有一切的现象 都是从妄想 生的 科学家 确实很聪明 这是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 现在他们很努力地 在那里探讨的时候 也观察 解释 是跟这个经典 越来越接近 可是这些现象 究竟怎么发生的 他们还不知道 如果他们能够 多佛经 我相信 对他们的 这个智慧 增长 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察 一定能够 更敬畏 更细明 那么像我们明白了 它是不会灭的 但是它可以改变 它不会灭 就像那个金 黄金一样 它一定是有一个形象的 但是它能够改 它不会灭 故虽不断灭了 而不可知也 你不能止住 为什么不能止住 因为它随着念头 再改变 真的是千变万化 你要止住 那是错了 决定 不可以止住 这是佛教给我们 因无所住 金刚女生说的好 法上应时 何宽非法 法师佛法了 佛法也是原生的 不可以止住 连佛法都不能止住 何宽不是佛法 这是教给我们 统统不能止住 再看底下这一段 当之世界微尘 大小岁数 无时在一 大到世界 我们刚才讲的 一尊佛的教化区 三千大千世界 再假设吧 一个银河系也好 一杯一个银河系也好 总而言之 这都是很大的万回 小 小到微尘 我们今天讲的 原子电子 这在形象上讲的 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无时在一 他们都是没有自信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个四世真相 完全相同 那么由此可知 世界跟微尘如是 你得晓得 佛法跟世法也如是 四圣法界跟六凡法界 也如是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就可以能够通达 许许多多的思理 世尊说此 是与人彻底了解 世纪所有 大至世界 小至微尘 莫非虚妄 当体皆空 不可执着 不必贪念 一切方向 方能与世相相应远 那么佛 给我们讲经说法 佛教化一切众生 目的在哪里 目的就在此地 让我们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人 这佛法没有别的 说来说去 是佛说了四十九年 就是说我们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你搞清楚了 你就得大自在 真正是历苦的路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宰 真能做得了主宰吗 当然的 为什么真能呢 一切法从心相生 我想做佛 那就做佛了 想做菩萨 就做菩萨了 这个全在自己 不在别人手上 可是现在一般凡夫 迷惑颠倒 他不做佛 不做菩萨了 他要去做地狱饿鬼出身 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呢 地狱饿鬼出身 他实在他不愿意 不愿意他天天在造 怎么在造呢 佛告诉我们 那个地狱的像怎么变现出来的 从心相生 成灰变出来的 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一桩事情生气 把一顿法界变成地狱法界 不是别人变的 自己变自己受 魔鬼法界 贪心变的 法界刚才说了 实在讲无量无边 哪里说人死了都做鬼 可是一般人讲 人死了都当鬼 我们细细想象这句话 也不无道理 你想想看 哪个人不贪 所有一切妄念当中 如果这个贪的念最重 贪的念的范围最广 那么换句话 他就把一顿法界 在那里变成魔鬼法界 他就享受去了 一切万事万法 不是上帝造的 不是上帝在主宰 什么主宰 是我们的妄想在做主宰 所以佛教给我们 二生其心 二生其心 不要生妄念 生正念 正念 就是佛讲的四圣法界 这个念 跟六道比 那它是正 纯正的佛法界 告诉你 四圣六凡 统统都学习 那是纯正 二生其心 是叫我们生这个心 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这才叫从根本解决 所以佛法追求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 那么明了之后 我们才想着 佛劝导我们 句句话正确 这个不可以置住 不可以贪念 一切放下 方能与诗相相应 诗相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完全相应 我们通常 说这个 与大自然 摄影 可是今天呢 说这个话呢 里面还是有问题 因为自然 生态环境 已经被人为的破坏了 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啊 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小宇宙 它复杂的程度 跟大宇宙 可以说是 无二无别 也可以说 完全是 相等 如果一个人 心清静 平等 一个妄念 都没有 你的这个身体 就自然 完全 和乎自然 与诗相相应 与诗相相应的身体 是怎样的呢 佛菩萨的身体 永远 不会衰老啊 不会生病啊 金刚 不坏神啊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它恶乎自然 人为什么会老呢 妄想 分别 自主 随着年龄的阵长 这个心里都想着 我老了 老了就老了嘛 想老了嘛 老的时候 总有点病痛了 就想病 但没事情 在这天想病 于是就一身的病就来了 都是从妄想身的 这佛经讲 一点都不错啊 你能够把这些妄念 统统去掉了 你就不老 不病了 也不死了 真的不死 不是假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活着去的 不是死着去的 你见到佛来接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跟佛去了 这个臭皮狼 不要了 丢了 在一转身的时候 那个身相就跟阿弥陀佛 没有两样 所以写身 瘦身 就跟我们穿衣服 脱衣服一样 这个衣服肮脏了 不要脱了 换一件新的 写身 瘦身 多自在 了解四十真相 好处在这里 所以是 破迷开五地苦的落 说迷人 长戒之中 伪造或业苦 迷 不了解四十真相 不了解四十真相的人 库列 这是佛在经上 我们常常看到 库列明哲 不了解四十真相 库列 或是迷惑 迷惑他造业 造业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你既然造业了 后面一定有果报 苦就是果报 六道通通苦 这是说明 万法界空 因果不空 这十法界怎么来的 十法界是 一切众生 业因果报的相许现象 哪里是四十呢 不是四十 这些理事 大臣经上 讲的 确实 透支 我们应当 要细心去体会 请看底下经文 那么前面这个问 这是世尊 教者 虚不提 实在讲 教者虚不提 对他说 也就是 对我们讲 一样 虚不提 是我们大家的 一个代表人 下面呢 这是 尊者的答复 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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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问 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把它分析成 威尘 这个威尘 多不多 这当然 甚多 何以故 若是威尘 中 是有者 否则不设事 为尘重 精干 精上 字字句句 都含义 无尽的 声光 如果要不细说 纵然念得很熟 念了很多年 的确 不知道 佛跟虚不提 尊者两个人 对话了 究竟讲 这是什么意思 实在是 看不懂 这是这个经的 难处 经文的文字 很清 没有难字 可是它的意思 很深 很深 那么问一 再重 就是多不多 这威尘 多不多 威尘 是极核之幻象 这就说明了 威尘 还是可以分析 要用佛经的名词来说 威尘 可以分为 色居 即威 色居 即威 再分 可以分成 即威 之威 所以威尘 是祖和的 并不是 基本的例子 所以它是 祖和的现象 既然是 祖和的现象 它就不是 真的有 它是英明所证的 当体 借空 了不可得 佛师外道 佛陀在世的时候 印度宗教 相当发达 他们那些宗教家 确实也相当高明 我们不能不佩服 因为印度所有的外道 此地讲外道 就是现在家里的宗教 几乎没有不修禅定的 而且禅定功夫都很深 所以他们亲自亲眼 见到六大轮回 在定中的时候 能够见到这个境界 所以六大轮回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我们看到 古时候的印度教 婆罗门教 他们都说 也都说得很详细 这个现象 他们是看到了 究竟六大怎么来的 如何能超越六道 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就不知道了 他是知其当然 不知其所以然 这个是佛不能不出现世界 来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佛菩萨说老实话了 不读思 你们有能力解决的 他绝对不来插手 看到你们很想解决 而无法解决 那他不能不来 他不来 他对不起众生 这就是 一进达到边缘上 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佛才出现在世界 帮助大家解决这问题 所以他们很聪明 在定功里面 观察到这个六道轮回的状况 说没将事件事物 层层分析 分析至于不可分 正如同现代的科学家 将这些物质来分析 他们那个时候 没有科学仪器 凭自己的定功 在定中观察 看到这个现象 相当不容易 那么现代科学家 没有定功 接种科学的仪器 也做这个分析的工作 所得的结果呢 给那些古印度的宗教家的 几乎是相同的 结果就是相同的 那么分析到最后 而幼稚为石油 还是执着 它东西是实在的石油的 这也就是说 他所认为那个不可分的 实际上还是可分 那么现在科学家 不敢说 现在所谓的基本历史 就不能再分了 现在不敢说这个话 那么古印度这些宗教家 他们的定功 佛在经上说 能够达到飞翔飞飞翔出天 这是无色界里面最高的一层 有这么深的定力 当然 比他那个定功 更高深更高明的 还多的是了 像沃罗汉 彼得佛 菩萨 佛 那功夫比他更高明 他认为不可分的 其实在佛菩萨眼界里 还是可以分 那么他就执着 这个东西是石油 正如经之化学家 分析世界过无 为分子 原子 电子 亦然只为石油 那么这时 他们的观察了 很接近 二臣 知微臣可细微灵虚 知一切借空 然不及大臣 只能作提空观念 这个就是说 声闻跟原觉 他们的智慧 比佛菩萨差异的 但是 比一切世间 这些外道 高明太多了 底下一段 众子之一 为凡有集合而成者 便知是空 不可知是 所以佛法里重的这个字 有这样深的含义 让你看到这个字样 听到这个字 就离开一切分别之处 佛法的教书 即使世尊 当年在世的时候 已经很巧妙地 运用了高度的艺术 让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的境界 都能提起境局 而不被境界受迷惑 所以他用的一些名词 甚至于我们今天 所讲的一切的道具 里面都包括了 启发的意义 提醒我们 拒而不明 佛门里面 所有一切的现实 都是教学的道具而已 这个注意要知道 我们塑造的佛菩萨的形象 画的像也好 雕塑的像也好 在佛法讲 都是教学的工具 那么现代有不少学佛的人 把这些像 都当作神明来看待 错了 错得太离谱了 那就叫迷信了 你看那个里面 叫你经常叫我们 利益切分别执着 你就不是堕在分别执着里面去了吗 这些设施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供养一尊佛像 最重要的意思在哪里呢 一切法从心享生 你为什么不想佛呢 想佛就成佛嘛 想佛就献佛法界嘛 用意在此地 不是叫你把他当神明来看待 他会保佑你 那就是迷信了 没这回事情 提醒你 供菩萨的像 就是叫你要想菩萨 学菩萨 去做菩萨 在这个法界里面 吸引菩萨法界来受用 是这么个意思 供花 花代表修音 植物先开花后结果 花这么美 叫你要修善音 修好音 将来就有好的结果 是这么个意思 不是供给佛菩萨看的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 在道具里面 最普通的供水 佛菩萨向前面供一尊水 供一杯水 这杯水什么意思呢 水给自己看 我们心要像水一样干净 一尘不染 要像水一样平静 你看它代表的 清净平等 我们一天到晚 对人对事对无 我们的心清不清净 平不平等 如果有执着 就不清净 有分别 就不平等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就像水一样 那个心就清净平等 佛门里头的教学 的确是高度的意识化了 那么现在一般学佛的 你说误会 这是误会到哪里去了 这么好的东西 被一般人真的叫糟蹋掉了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中字这个意思 为凡有集合而成哲 便知是空 不可知识 绝对不是真实的 今知科学家云 物知形成于场 这是最近的科学家的一个说法了 比从前进步太多了 场 那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 其中并无一物 又有为一切物质 都是波值现象 又有为原置点的世界 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 那么科学家这些说法 于心经中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意思很接近 逐渐逐渐现在观察到了 确实没有物质存在 这是佛经上讲的 那么现在一切现象 是怎么回事 刚才说过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这个就是因果相续的现象 是个假象 不是个真相 说因果 我们还要加两个字 大家就更清楚了 业因果报 就更清楚了 佛在仁王经上告诉我们 仁王波日经上 业坛指 有六十场那 业刹那 有九百生命 这就是说明 业因果报的相续 业刹那是多长的时间 在一坛指 这一坛指的时间很短 这一坛指的六十分之一 叫一刹那 一坛指的六十分之一 而一刹那当中 有九百个生命的现象 我们今天明了 佛这个说法 叫方便说 是不是四十 不是四十 拘力四十 愿言之愿意 但是佛这种说法 在三千年那个时代 一般人呢 可以接受 如果佛要 说出四十真相 恐怕没人相信 正如同佛说了 凡夫修行成佛 要多长的时间 要三个阿僧七戒 这个讲法 我们现在想的 也是方便说 也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 无量阿僧七戒 哪里是三个 那么简单 可是佛的方便法呢 它也不是万语 也是个四十 譬如三大阿僧七戒 这经上常讲的 从哪里算起呢 从原教初祝菩萨算起 那这就没有话说 原教初祝菩萨 以前那个修行 没算进去 要把那个算进去之后 那真的就是 无量阿僧七戒 第一个阿僧七戒 它真的过位 是十度十行十回乡 第二个阿僧七戒 是从初地到七地 第三个阿僧七戒 是八九十三地 它是讲末后这个阶段 譬如说读书 读书要读几年才毕业了 四年 他给你讲出大学 前面中学小学 没算的 没说 所以我们知道 佛说法 它的确有善巧方便 它让你可以接受 让你听了之后 不会感到恐怖 那么我们 以今天这个科技来观察 这个生命相续的现象 一刹那当中 不止九百生命 不止 这个现象 我们先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先要有个概念 我想我们每一位同学都看过电影 拿电影来比喻 就比较容易体会 我们看的是荧幕 荧幕上的现象很逼真 设计上是怎么回事 我们晓得放映机里面 它那个镜头开关 它镜头打开 放一张画面 然后再关起来 再打开 再放第二张的画面 是一张一张接着起来的 因为它的速度快了 我们在这个荧幕上 就看到好像是真的一样 它快到什么程度呢 一秒钟二十四张 你把底片一看 没动啊 这个画面跟第二个画面 决定不同啊 是两张事情啊 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 叫相许相 连许的相 它太快了 我们眼睛看花了 以为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跟那个电影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而且这一秒钟是 是多少张跌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画面呢 一秒钟如果真的要算起来 恐怕是亿万张啊 我这个说法也有根据 而且是很粗显的一个根据 那么现在 大家都晓得 这个光的速度 这个光的速度 并不是很快啊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一公里 是多少速度呢 三十万分之一 三十万分之一秒 光走一公里 三十万分之一秒 那一公尺呢 这到一公分呢 那么这一公分 一公分的百分之一 一公分的千分之一 你如果从这样去观察 那个一秒钟 确确实实 是亿万分之一秒 亿万分之一秒 这经常讲的说波动 我们讲的说 这个生灭 夜阴国报 生灭的相许相 所以我们认为是真的 其实每一个相都是讲的 冷言经上讲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 我们以为这个生是真的 不是的啊 现在在做这个地方 做到这里一个多 一个半重点的时候 一亿万分的这个变化了 哪里是真的 我以为一个是真的 全是幻象啊 所以你才真正晓得 身心世界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你要把这个四项 四世真相 观察清楚了 搞明白了 真正肯定了 你什么妄念都没有了 所有一切分别 执着妄想 全都丢掉了 都放下了 都放下好啊 那你就是佛菩萨了 你真的觉悟了 现在这个世间 时髦的名词 改造体质 有没有可能 有 放下一切分别执着 放下一切妄念 你的这个体质 马上恢复到正常 无论什么病的时候 不要去看医生 不要去吃药 自然就好了 为什么好了 它这个组织排列 恢复正常 因为你的心正常 正常的心是一念不生的 有个念头就不正常了 有个念头都是妄想 明白道理才行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 无量寿经 经题上告诉我们修行的总纲灵 就五个字 清净 平等 你得的果报是什么 无量寿 壮严 那就是得的果 有因有果 因果不空 也就是说 这个无忧穷尽的变换 这个现象的变化 谁去操纵 谁去主宰呢 也因果报 也就是你的念头 那么这一段经文里头 是给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 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 所以这和 佛说微沉重 这非微沉重 是明微沉重 这是解释其所以然 这非是明 这个字样 在金刚经上很多很多 这种句子 它的含义 我们一定要清楚 凡是讲这非 是从体性上说的 凡是讲是明 就是从原生现象上讲的 有体有相 这非 若一如之法性 明其本来是空 所以讲解非 这非 就是佛教给我们 应无所助 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分别 那么说是明 这就说清楚 它不是没有现象 有现象 而这个现象 是一种相续的假象 决定不是真相 决定不是事实 金刚经到末后 有一首记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 说明四世真相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泡影 那是真的 不是假设 确确确确实实 是梦幻泡影 这个意思就是讲 档体皆空 了不可得 那么现在 以这个世间人 可以说局势之人 迷在这个幻想之中 以为是真实的 大家拼命追求财富 追求享受 财富能得到吗 决定得不到 假如你这个追求财富 能够得到财富的话 这释迦牟尼佛在经上 讲的业因国报 全部被你推翻了 他什么能成立 财富从哪里来的呢 业因 佛告诉我 财富是因 得财富是果报 你这一生所得到的财富 是你过去生中中的因 你这一生收成了 这么来的 你要没有中因 你怎么求也求不到 你中了因 不求也得到 这些事情 大家好好的念 了凡思训就明了了 廖凡思训要是真真 念懂了 看个一遍两遍 没用处 至少要看二三百遍 真正体会到了 才知道 一银一桌 莫非千金 袁廖凡是凡夫 不是圣人的 他知道 一银果报 是命中注定的 所以他的心 定了 不求了 求也枉然 求也求不到 他的妄想分别执着 也放下了 这是真正了解 死是真相 还不是透彻了解 了解一部分而已 他能放下 他的生活 就过得很自在 就过得很幸福 没有烦恼 聪明智慧是国报 法不实是因 健康长寿是国报 无微不实是因 设法界一真壮严 是夜应国报的相续相 这就是佛 为什么在这个经上 交给我们 因无所住 后头又加一句 二三七星 是这么个道理 夜谷不空 万发皆空 这个不空 这个他能够改变现象 这个说法 跟维师家所讲的 在精神意区上来讲 相同的 维师学家说 万发皆空 那都是假的 唯独实是真的 那是能分别 能变现的 这是真的 所变现这些境界万象 是假的 能变的是 能变的 实就是分别 这些经意 我们要细细地去体会 然后才能够把宇宙之间提现 现象作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自在的 自在的 自在的支配 自在的受用 这样就是 过得 佛菩萨的生活 不受任何的 累赘了 那么在从前 过去没有发明的时候 弘扬佛法 需要道场 所以建的道场 就很多了 现在我们利用 现有的科学技术 我们可以不要道场 这省事了 这个机器在那架设了 小小的房间 就可以对全世界 弘发了 建一个道场 需要很大的费用 在家同修们 赚钱不容易 道场不能真正弘发力深 那造大罪业 所以现在的科技发达 可以不要道场 可以不需要信徒 也可以不需要供养 你看这多自在 我们利用录音带录音带 现在在制作这个CD片 流通到全世界 这个方法好啊 这个道场大了 人多了 是非就多啊 毕竟都是凡夫啊 意见太多 不好相处啊 那又何必找麻烦呢 人也不要 钱也不要 你说多自在 你说多快乐呢 这个是新的观念 这个做法 决定正确 因为佛法 无论对自己 对他 都是以亲近心 平等心 慈悲心 要从这个地方建立 要从这里出发 这就正确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要再进到场 那是过去的时代 现在应当把这些资讯 放在过激网络上 全世界 每一家庭里头 这个电脑 电视里面都可以看到 整个世界 就变成一个大道场 佛法求智慧 智慧跟现代的科技 要能够集合在一体 真正能够 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底下这段说 佛设者 心是觉知动照 发心本空 伐相皆患 这个两句 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 提是空的 相是患有的 决定不是真实 你认识清楚 你才在一切现象里面 得大自在 不会再迷在幻想当中 当即有时 便是空时 因微尘之本空 便可类推 而知世界皆空 从一个最小的 这个物质 微尘是空的 说到大的世界是空的 这一大一小当中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都包括在其中 没有一样 不是当体皆空 那么这是从微尘上说 让我们知道 四世真相 下面这一段呢 再从大世界上来观察 明世界非 我们看经文 世尊 如来所说 三千大千世界 这非世界 这非世界是明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明为应身教化之境 此境为一切众生所依 如来为利益一切众生 谁愿显现以教化而 不诸诸此境 我们要学佛了 要在这个地方学 尼瑟教真的在修佛 佛诸不诸这个世界 诸这个世界 世界怎么来的呢 世界也是从心向身 众生的心向 我们一般讲 众生的共义 众生的共义 就是论言经上所讲的 同分见忘 忘是虚忘的忘 不是真的 同分 就是大家有相似的 这种分别 它是虚忘的 不是实在的 在论言上说的好 那么除了众生的 同分见忘 这个这个 见忘啊 变现出来的 里头还加了一样 佛菩萨的愿力 是这么几个 实在讲 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愿力 掺杂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世界就不晓得 变成怎么样了 那实在讲 就太可怕了 还有佛菩萨的愿力 加在这个里面 我们有过世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修正一点 使这个世界 还能维持一个样子 维持到现状 那么如果众生 不能接受 佛菩萨的教诲 不能接受 圣贤人的教育 这个社会 就变得一天比一天 动乱 住在这个世界的人 就一天比一天苦了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要想到 这个世界的和平 社会的安定 一定要靠良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 不是没有 很少人 懂得 很少人 能把它发扬广大 追根究底的原因 这个良好教育的受用 没有真正得到 果然得到 他当然不会被现在 这个社会上 这些明文立扬 五欲六成所诱惑 这个换句话 是向中国儒家 道家的教育 大乘佛法的教育 真正能体会到 真正能明白 能受用到的人 太稀有了 凡是真正明了 自己得到受用 得到的享受 他不能不弘扬 不能不把这一份的享受 与大众们共享 这个是一定道理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学佛 大多数人所学的宗教的佛法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 不知道它是良好的教育 是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 这个就是一开端 方向就错了 目标就错了 这一错到底 这错一辈子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大千世界 这个故土 我们今天讲的 星球跟星系 是诸佛菩萨 应生教化的环境 那么这个境界 是一切众生 是一切众生所依靠 所依靠生存的 如来为利益 一切众生 谁愿显现 以教化的 此地讲的如来 意思就是 明心见信的菩萨 本经里面所讲的 祝福如来 江伟农居士告诉我们 他的意思 原教粗诸以上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身 就可以称为如来了 如来就是对 见信的人讲的 禅宗里面所谓 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所以这个佛呢 就有四十二种 不同的阶级 从施柱 施行 施回向 施地 等觉 妙觉 都叫做佛 都叫如来 那么在天安台家所讲的 这个六祭佛当中 叫做分正祭佛 最后的叫就近祭佛 那是到达到就近圆满 那么这是 只要明心见信 就称之为如来 就称之为祝佛 所以这个地方的 如来跟祝佛都是广义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祝佛菩萨 祝佛菩萨 教化众生的 场所 祝佛菩萨 虽然来教化 对这个地方 留念不留念 此得讲 不住者此境 这个住者 就是留念的意思 并不执着 并不执着 并无留念的 那佛菩萨什么来的 有缘就来了 他没有缘 他就走了 来 甚在讲 他并没有来 去 甚在讲 也没有去 不来不去 这是四世真相 哪又来去呢 不来不去 怎么会见到 他这个像 像有像无呢 在《楞严经》上讲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迹 随众生心 因素质量 佛没有分别 没有知处 于一切众生 感应到教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众生 有感是有心的 佛菩萨印 是无心的 我们要学的 舍不住 也就是学的时候 对一切生活环境 绝没有留念 也就是说 绝不可以把它挂在心上 知道一切环境 人世环境 一些物质环境 都是假的 大家在一起 欢欢喜 原句 再过几分钟 大家离开了 原散了 原句也没有生 原散也没有灭 确确实实 不生不灭 只是原句 原散的这个现象而已 就如同前面所讲的 脆货 脆是散开 原散 货是原句 这才是四世真相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如实而说 正所以开示众生 应观世界飞食 世界飞食 所有一切 万事万物都飞食 你把这些虚幻 非实地放在心上 就错了 我们常常讲 你的心里有负担 你精神有负担 这负担从哪里 妄想执着 都产生的 实在是没有啊 实在你很轻松啊 你很快乐啊 你那些苦难 自己找的啊 绝非以思绪 所以了解真相呢 你就会自然把它放下 放下就自在了 而且告诉你一个 实实在在的地方 决定没有的事 如果以财富来说 你的钱财 你命里头有的 有的就有 决定丢不掉 丢掉了 他会再来 决定丢不掉 没有的呢 没有求也求不到 求到了 也不是你的 你也得不到受用 这都是四世真相 所以你了解了 对于明文立扬 无语流程 再不打妄想了 再也不牵挂了 你的受用 多自在 这就是告诉我们 可以受用 不可以执着 知道一切法 废实 是明而不注着 世界不着 则一切不着 所以小而微臣 大而世界 果然把真相搞清楚了 不执着了 你就一切都不执着了 耐能令本具之法身 出障耳 本具 本有的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传宗里的所谓 父母未生前 本来灭目 我们学佛 学到最后 得个什么 学到最后 就是把自己 本来灭目找到 没有别的 本来灭目 找到了 就像禅宗六族 惠能大师 在谭经里面所说的 他那时候开悟了 换句话 他找到了 找到是个什么样子呢 他说了五句话 第一句说 何其自信 本来亲近 这句话重要 本来亲近 本来是佛 佛是最极亲近 一丝毫的污染 都没有 佛告诉我们 污染封为三大类 见死烦恼的污染 这是最粗 最重的 我们今天讲的 是非人物 贪嗔吃慢 这是见死烦恼的污染 沉沙烦恼的污染 无名烦恼的污染 这三种都没有了 无名污染 离开了 那就是民心兼心 去成佛了 这个是讲的 何其自信 本来亲近 又说何其自信 本来具足 这个本来具足就是 一样都不欠缺 样样圆满的 寿命圆满的 无量受 智慧圆满的 无量的智慧 得能圆满的 无量的得能 样样都无量 你世间人讲 财富 财富是圆满的 无量的财富 是你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 我们没有坚信 没有坚信就无可奈何 想的这领佛报 要靠修 修得的是有限的 这就好比说 你有无量的财富 存在银行 现在身上一文都没有 吃饭怎么办呢 做小工 赚一点钱 赚几块钱 吃一餐饭 天天干这个 苦不堪言 你永远钱 钱太多了 你没拿出来 你没带在身上 我们现在就变成 这么可怜的人 这六道凡夫 富贵穷人 确实是如此 所以你贱心 那你就都拿到了 运用就自在了 这没有贱心 幕后他说了一句 何其自信 能生万发 这句讲的 跟我们次第讲的一样 事法界 一定庄严 自信变现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来的 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西方世界 能不能去 当然能去 为什么自信变现的 怎么不能去呢 哪有这个道理呢 天堂地狱 都是自信变现出来 离开自信 了无一发 什么也没有 所以你要是 入了这个境界 自己 在这个 无限的宇宙当中 自己就做得了主宰了 这叫真的得大自爱 佛法教给我们的 就是这些 实实在在 这些 全是我们自信 本来去做的 所以佛到最后 给我们说 佛不度众生 佛哪里度众生 佛没有给你 一点点东西 都是你自信里 都本来有的 不是佛给你的 而是我们自己 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自信 本具是这么样的圆满 佛给我们点心 告诉我们 有这么一段事情 告诉我们 恢复自信的 理论的方法 我们依照这个理论 依照这个方法 去修学 也会跟他一样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就叫 发生出障 这障 障就是障碍 我们现在就是 见死烦恼的障碍 沉沙烦恼的障碍 无名烦恼 把我们自信 障碍住了 那么如果你明白 此事真相 身心世界放下 事出世间法 都不放在心上 都不执着了 我们的发生自信 就离开一切障碍 那就都能够现成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想到此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